美女队帅哥大家 早上好 耶 关美余孙第53届台游比赛 现在 开始 好 现在我们跟大家说明一下比赛规则 就是 比赛规则非常简单 就是 一个游到对面浮标处 抢回正面来游棋的 就可以赢得 五千块钱奖金 五千块 五千块 现在秦队参赛选手 准备 秦队怎么还不来啊秦队 就加油 这位兄弟 我们一起来倒计时 五 四 三 二 一 开始 стали 多少 一 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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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杰铁人加油 杰铁人加油 加油 快啊 加油 加油 杰铁人加油 杰铁人加油 天语 天语 不不 不不 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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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耶耶 阿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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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ш Excelsior 纤语啊 纤语啊 没看见纤语啊 纤语拿不到冠军了 哎呀 好可惜啊 喂 喂 醒醒 喂 你对我做了什么 我给你做人工呼吸 要不是我救你 你早死了 什么味儿 有吗 难道是我早上吃的铜蒿 铜蒿 什么意思啊你 我 我救了你 你不是应该先感谢我了吗 你这什么态度啊 我 我 因为救你 损失了海泳大赛的五千块奖金 还给你做人工呼吸 我的臭碗都没了 人工呼吸又不是碗 不都是嘴对嘴吗 有什么区别呀 你必须赔偿我的损失 还有这次比赛的奖金 你是在敲诈我吗 你是在敲诈我吗 我 我救了你的命 你赔偿我的损失 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吗 行 你要多少钱 我给你 因为救你 我损失了海泳大赛的五千块奖金 加上 打捞费一千 人工呼吸费一千 这不是敲诈是什么 我这是失厂价 还没说完呢 还有 初吻损失费一千 你应该给我 八千块 你的初吻才是一千块钱 真是厚补秀 你拿钱来 我没现金啊 微信转账 快 坏了 那你给我打个欠条吧 等一下 你别想逃啊 我天天扛水桶练出来的麒麟臂 对付你这种嫩鸡 戳戳有欲 我给你写欠条 可以 但是你得先给我找一套衣服 然后把你的手机给我 让我打个电话 可以啊 我家就是开杂货铺的 要什么有什么 只要你肯出钱 这是我们关美渔村的旅游经典服 怎么样 很有风情吗 衣服五百块 总共八千五百块 至于电话费呢 我就不跟你算了 记得把你的名字和电话一起签上 日息百分之一 年息百分之三百六十五 你真的是比放高利贷的人还灭绝人性 要不是我救你 你根本就没有人性可以被灭绝 你可能是我 要不想你 要不搞的 你能不想你 你可能是吻